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龙平和花匠 躲过了一个炎热的夏季 因为气候感到 温度偏高和其他原因 红楼埋回压的这个躲入化和其他发挥 总会出现烂灵和死亡现象 像这样的培土我们还能继续使用吗 当然可以使用 我们必须得经过处境 大家看一下培内的这个 这次夏天高位的时候 死亡的一些躲入 我把它干到一起 今天我和这个钢瘦神 一起来处理一下 这是死亡的那个躲入 它现在这个蜘蛛已经干掉了 干了一会儿 我们必须得把它处理干净了 再把那个瘦瘦瘦瘦 要不然的话 它有黑了表面 然后我把这个大瘦瘦也倒回来 一块处理一下 为什么这样做呢 因为这个培化在生长管程中 它或者或者都产生一种病菌 或者这个冲乱 要是继续使用的情况下 很可能这个病菌 传染到吸引的蜘蛛 导致的这个蜘蛛 这个蜘蛛的蜘蛛 也这个生长不健康 我们在培随的管程中 允许把这个死亡的鸡血把它 把它撤出来 不然的话它这个死亡的鸡血 很容易把这个吸引的这个脂肪 穿上冰冰了 一定要把它处理干净 这样这个土壤我都给它处理完了 处理完以后呢 我们把它坦坦地晾开 晾开以后 在太阳下泼射 这道卧室 这个病毒和这个其他的这个 这个除蜘蛛 基本上都能排出 这个鸡蛛图吧 也基本上晾色好了 我们拿着一包鸡蛛图和这个端筋铃 然后再去处理一下这个图 我们保释这个图 现在应用这个晾色好了 晾色好了以后呢 我们先把这个 乘土给它撒上一部分端筋铃 这个端筋铃 我们撒上一部分它是那个 用杀菌硝烟的小火 用一下抗净度 它还能这个预防这个 合板净 然后呢我们给它 撒上一部分吸引的药图 因为这个原来这个晾图吧 它的养分都消好了 因为这些生物它没有什么养分 这样混合在一起 给它搅拌均匀 这些生物在一起 关于这个配滑 整网以后这个配出怎样处理 你们消费了吗 喜欢的在市民下方留言 咱们公众产透这个样滑滑滑的姿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